Hello 这里是你的实用博主老刘 好久不见 今天呢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双十一战利品 都是一些服饰鞋包类的 前半部分都是服饰啊配饰之类的 然后后半部分会专门给大家对比 我最近买到的五双短靴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跟我一起玩看吧 开始之前别忘了先给老刘一个爱的一键三连 也好吗谢谢各位的捧场 那么首先第一件呢先来分享我身上的这一件好了 我穿着它录视频一般都说明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起码是很喜欢这件衣服的样子 穿上它你就感觉自己是仙女本仙的那种小上衣 它是一个马海毛的材质 穿上身不是特别亲肤啊说实话就会有一点渣渣的 它其实是一个小开衫的样子 然后它前面这一台扭扣都是可以解开的 而且就是这个扭扣也设计的非常的精致 这个衣服它还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透 但是你里面穿一个白色的内衣 就比如说像我今天就穿了一个白色的内衣 我觉得也不是很明显 它的袖口是有一点这种泡泡袖的这种感觉的 其实这件衣服根据它的单价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确实也不算便宜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款式的话 可以再去找一找看有没有相似款 这个衣服的版型我真的非常喜欢 真的是太美太香了 第二件呢是这一件 一个纯白色的百分百羊毛的打底衫 然后这一件拿到手了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版型还有它的质感都还是很合格的 而且穿上身了之后 我觉得它也是看起来会比较显贵的一件 起码就是肉眼呢 看到它的这个全羊毛的质感真的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它轻浮程度 在这种百分百羊毛的打底衫里面 也算是还可以的 但是呢我觉得你们肯定会觉得 三百多的价格好像是挺贵的 而且羊毛的它有一点特别不好 就是很难打理 或者就是送到干洗店 或者是自己洗的话 就不能用洗衣机洗 就很害怕缩水之类的 就比较难打理的一件 而且它还很贵 而且我还买了一个这么不带当的颜色 真的是 但是没关系老刘 给你们找了一件平T 厉不厉害 这次连羊毛衫也给你们找到平T了 这件平T就是 这一件 它是优衣库的一件打底衫 其实这个版型呢 我在大一合级里面 也有给大家分享过了 他们这个同款的这个打底衫 我当时分享的是一件黑色的 然后我发现双十一的时候 它竟然有活动 我是双十一那天买的 它只要79块钱一件 而且库存真的非常的重够 我都差不多是双十一的 快结束的时候才买的 这一件呢它是那种姚丽蓉的材质 它原价其实也只要99块钱 大家也可以等到双十二的时候再去买 我觉得它应该还会再有活动呢 这件的版型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不输刚才那件300多块钱的 而且我甚至觉得 就是它这个领口的设计 对我这种短脖兴实 它还是非常友好的 比刚才那件穿上 我就要更合适一点 它虽然穿上之后 也是那种软塌塌的 那种堆堆领的样子 但是它穿上之后 还是会露一截脖子出来 就不会显脖子那么短 但是刚才那一段堆堆顶 它就是确实是挺高的了 已经就是基本上就 闯到我下巴的这种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短博新人来说的话 这一件领口设计的 还要更好看一些 它是这种姚丽蓉材质的嘛 它从保暖性上来说 肯定不如刚才那一件 百分百羊毛的 但是它好打理啊 就我之前也买过 优衣裤姚丽蓉的其他的商业 我真的有穿三四年 就是已经穿到 我看到就很烦了 所以我才想换一件 这件就完全不用担心 它什么会不会缩水啊 什么之类的 你就放心大胆地 丢到洗衣机里洗就可以了 就是又好打理 然后又好穿 又很亲服 它又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叫它平地 真的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那天我看 它在79块钱一价嘛 所以我除了这个白色的 我又买了一件黑色的 省了20块钱 开心 而且我打折那天 专门去优衣裤的店里 转了一圈 我发现它店里也是原价 只有网上有打折 今年优衣裤的打理上 我在店里也都转了一圈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对我们肩宽兴人最友好 然后再说我最近买到了 一件裤子 就是这一件 它是胡鼠镜家的 就是我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 一件胡鼠镜家的大衣 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 对网络家的衣服 都比较有偏见 但是我就经常看见 它的抖音 所以我就很心动 就对他们家买了一件衣服 尝试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大衣 给我的感觉还挺惊喜的 就是性价比真的很高 因为它只卖200块钱 但是有70%的羊毛含量 我觉得就抛开版型 不说就从面料这一点来说 就还挺良心的 所以我就在他们家 就买了一条裤子 就是这一条牛仔裤 它是一条加绒的牛仔裤 加一层这样的薄绒 这个裤子它上身的时候 还是挺有弹性的 就穿上身舒适度非常的渴 但是它不是一个高腰的款式 穿上身的时候 是在我肚脐眼下面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它如果能设计 在高腰一点就更好了 它有一点我觉得 不太适合小个子的女生穿 就是它的这个裤长比较长 不管裤边 我感觉它的长度会有一点长 反正就是对我的腿型来说 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把它晚上一个边穿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显腿细的 如果你身高比较高 比如说170左右 这个裤子可以放心大胆的买一买 你看这个裤子刚收到的时候 我发现了它这儿好多线头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因为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吧 我觉得自己减点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裤子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另外呢 如果你们今年还想看 加绒裤的合集或者测评的话呢 请把加绒裤合集来一套 打在公屏上 让我看到你们 如果想看的人多的话呢 我可能会更早的把这个视频安排 下面再说一件大衣吧 这个也是在大衣合集里面 有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件 当时也是一定没有收到货 所以就跟大家先安列了一下 这件大衣呢 说实话我是要把它退掉的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它比较薄 然后它前面也没有一个 就是按扣或者之类的 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要1500块钱左右 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它穿上很显肩宽 就很不适合像我一样 肩膀比较宽的梅子来穿 而且穿上也不怎么显瘦 小个子的女生就不用考虑了 真的还挺压身高的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衣领的前面 是一个这样的弧形 然后它的这个弧呢 正好是在你的肚脐的位置 显得了就是整个的比例 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就不是那么的显高显瘦的一件 所以我觉得1500块钱 买这一件的话 有点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件衣服 可能真的比较适合 那种瘦高的梅子穿 然后肩膀不是太宽的女生 可以考虑这一件 不过这件呢 从版型上来说 确实也是挺显贵的一件 就是那种有钱小姐姐的基势感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这个400多块钱的 那个双面泥的大衣 它现在可能都是有点沾毛了 但是你们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这个质感 这个是今天说的那件1500的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区别 反正我肉眼看是这样的 我们那些衣服都说的差不多了 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包包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我最近买的 一个扣式的中古包 我真的是频频打脸 之前我买的那个包 我就再也不想买 其他扣式的中古包了 这是买了一个又一个呀 这个包呢 我前两天有在微博发过开箱 但是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反响 可能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盖得到它 不过它还挺便宜的 只要300多块钱 它是一个这种漆皮的材质 它可能从镜头里看 比较像是一个黑色 但其实它是一个那种红棕色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它 就是它整个感觉 是比较简单大方的这种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小暗袋 这儿还有一个很大的口袋 然后这边有暗兜 这边也有暗兜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吧 然后整个是又很极简又很复古的感觉 我买的这个橙色也还不错 就是它前面很不明显的地方 有两道这个小印子之外 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 我最近就是很喜欢这种大包 就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iPad 我买包的时候 我总会想 我到底能不能装着我的iPad出门 所以我最近对这种大包就很执着 然后我最近还买了一个装作包 但我收到了之后 还会再给大家拍开箱了 现在先暂时保密 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下这个宽室 就是Coach的一个中古包 对另外Coach的大包 它的价格其实都要比小包便宜很多 像我买这个才300多块钱 它大包基本上也都是500块钱左右的 这么一个价位 如果想买大包的话 Coach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这单品呢 是我最近买的一个 登能微薄 它是一个这种红色的针织的微薄 好像从镜头里看 要比我实物看要红很多 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红了 是一个深红色的颜色 我觉得日常代是完全不会感觉 突兀的一个红色 我今年对红色单品真的非常的执着 非常的痴迷 如果你们今年想看红色单品的穿搭的话呢 请把红色穿搭来一套 搭在公屏上 让我看到你们的呼声好吗 我也想知道我出了这样的视频 大家会不会很感兴趣 OK说回这条微薄 它的长度还挺长的 宽度嘛就是这么宽 它的弹性真的很大 摸到手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然后这个微薄也才40多块钱了 我觉得也是很对得起40多块钱的 这个做工跟质量的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直接这样 从这一掏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围法 或者就是在脖子里绕几圈 把前面打个这儿 一般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两个围法 也比较简单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围的那种 所以这个微薄我还挺推荐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好抓 它也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红色的话 也可以选其他的颜色 OK下面要进入到我们短靴的板块 我要变身了 再跟大家分享几双我最近买的鞋子 首先第一双是这个 这个我之前有分享过了 就是一个平头的靴子 这个鞋是我最近买到最喜欢的一双鞋 是全皮的材质 好像是羊皮还是牛皮的 反正它就是手感真的巨软 小平头加上一个小方跟的设计 而且它这个方跟 它两边还有两个这种切面 然后这双鞋穿上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非常非常的显脚踝系 所以我很喜欢这双鞋 再加上它这个方头 看起来就时髦一点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 这双鞋真的上脚巨舒服 你的脚在里面是完全可以这样自由伸展开的 就它鞋前面的空间很大 它前面的这个虽然是个平头 但是你看见没 它是一个这样的斜面的平头 就是你大不了指头是在它最前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压子也碰不到前面 你们就按正常的尺码选就行了 这双鞋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除了说它可能对于学生党来说 稍微有一点贵之外 真的是没有毛病 哦对再给你们看一下鞋底 这双鞋可能防滑效果比较一般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双鞋真的质感非常的在线 质感脚感都没得说 再跟你们说一个这样子的黑色的靴子 它是一个底儿比较矮的一种 其实我平时还穿平底鞋的时候很多 然后这双鞋的个红和质感也都很不错 但是呢这双鞋它不是皮的 我看卖家标注它是环保皮的 不过这双不是皮的鞋子还要卖到200出头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贵了 毕竟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真皮的鞋子 也只要200出头 但是它这个鞋形呢也很秀气 也挺好看的 穿上之后也很显脚瘦 看起来也是很有质感 很显贵的一双鞋子 它虽然不像上一双黑色的靴子 它内里空间有那么的舒展 但是这双鞋穿上也是很舒服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双鞋属于喜欢的话 就可以买一买的 下一双呢再跟你们说说 我最近买的这个棕色的靴子 这个鞋子我最近利用率也蛮高的 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 首先它也不是真皮的 它也是什么环保皮 但是这双价格要低一些 这双只要150多块钱 其次就是它穿上的脚感不是特别好 就是它鞋头前面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点压脚背 就是你的脚穿在里面是很紧的 就是它会紧紧的拨着你的脚 所以它穿上舒适度就很一般 就不适合长时间走路的那种 而且它压脚背就算了 当你穿这双鞋 你俯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脚背很宽 就是它既很紧然后又很显脚宽 所以这个鞋的设计我是不能理解的 可能就是它前面的这两条线条的设计的原因 但是它这个鞋只要100多块钱 而且就是它做工跟当拿到手的时候 你感觉到它的质感也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其他的鞋 喜欢你们也可以再去逛一逛 但是这一双我就不是很推荐 除非你脚很瘦 再下一双呢还有一双这样白色的 它是像那种弹力靴的那种面料 而且它也不是真皮的 我记得它的价格也是100多块钱 我觉得今年还挺流行白色靴子的 往年没有看到那么多博主穿白色的鞋 但是今年就会发现 穿白色靴子真的很好搭配 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鞋跟的设计 是一个这样子的三角形 然后它下面拼的是一个这种橡胶底 可以看到它鞋底 它防滑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另外这一双鞋 我选的是一个38码的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选一个大一码的 可能脚在里面伸展的空间会更能伸展开 还有一双白色的靴子是这一双 这个是我刚刚收到不久的 然后这双呢 它是一个米白色的颜色 对比一下刚才这一双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米白色 这个就是很白的那种直白色 这一双呢 我选的是一个加绒款 但是它穿上之后 那一空间要比那一个宽松很多 就是穿上的舒适度还可以 但是这一双也要贵一些 而且这一双它外面也不是皮的 这一双价格也要200出头 所以我还是觉得性价就是比较一般吧 而且它的这个鞋跟就是普通的白色的跟 就是整个设计感没有上一双强 我觉得唯一比上一双好的地方 就是它穿上了之后 那里空间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我是北方的小朋友 就还是比较推荐这一双 它保暖性肯定要比刚才那一双要好很多 然后这一双也是一个这种小平头的 这么一个设计 除此之外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这五双靴子的风格就还挺像的 正好放在一起 能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OK 本期视频到时候结束了 如果你想知道 以上这些单品的链接呢 都在我的老地方对你们去蹲一下就好了 另外呢 不知道你们还想不想看 羽绒服的一个分享或者测评 如果想看的话呢 可以赞不或者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博主 都已经做过这个视频了 所以我就很犹豫 到底还要不要做 另外呢 我还有准备一个冬季的连衣群的分享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蹲注 对 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比心